黃毓民議員 你有沒有解釋給我聽 那裏是分兩樣東西來的 我按期逐約的 由政府批出的短期 造任占用 有一種嗎?不是的 是連賣的 是嗎? 我們請法律專員解釋 喜訴專員 謝謝主席 因為在四十一條第二A款 短期租任有兩件事形容它 第一 這個Tenancy是由政府批出 第二 它是可以按期逐約的 所以我們就用頓號來形容這兩件事 這是兩件事來的 是的 它應該說短期租任有兩個特徵 一個是可按期逐約 一個是由政府批出 英文那裏只有一個句子 基本上沒有標點貨 是嗎? 是的 因為英文和中文的語法有少少不同 在英文那裏 它的 short term tendency 就是from the government 因為英文那裏 譬如說可以用dats去連接著 所以就可以一句寫完 英文那裏 到最後一句完結之後 就有一個semicolon 這裏都一樣 但是這個頓號 放下來很容易有一個誤解 另外可按期逐約的這個句子 是很有問題的 這是英式中文 而整個A的句子都是不通訊的 這就不說了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在C中文文本 和英文不同 有一個括弧 但是英文那裏沒有 為何要這樣寫法呢 在C 麻煩主席 在C那一段 因為我們中文覺得 加上一個括弧 就可以清楚一點 就是分隔了那個概念 因為C那裏 我們都有講到幾樣的資料 第一就是說出售安放權 而安放權的年期 是超出了三樣東西的年期 分別是租契、許可證 和其他文書 因為還有另外一項的訊息 要帶出就是 骨灰安治所所處於的土地 是根據什麼文書 而持有的 所以我們就為了等讀者清晰些知道 每個詞語和他們之間的關係 我們就覺得加個括弧 這個寫法很有問題 很累積 你英文就不需要一個句子 搞定 你無法加個括弧裏 因為你沒有辦法 用中文寫得比較清楚一點 你就加個括弧裏 其實真相就是這樣 你沒有這種能力 將它寫清楚一點 就加個括弧裏 旁邊就沒有了 另外有一句 在詞後面 無端端冒出 他執賣方 不得針對買方 強制執行該協議 在英文文本裡 這個應該是放在 開頭的部分 嘛 這個日本到最後 無緣無故 等於是一段 整段東西下來 根本就不清晰 好 我想這個意見是聽到的 你們有些改善空間 你們回去研究一下 會不會 我們可以回去看看 但或者我簡單解釋一下 在中文文本 即是那個 質賣方不得針對 那一句 因為其實中英文文本 意思是一樣的 不過中文那個寫法 就是先講了一些條件 即是在第四十一條 第二款 就有ABC的情況下 然後賣方就不可以 強制執行協議的結果 但是因為英文 即是那個 寫法有點不同 他就可以先講了結果 然後再講那些條件 其實我們的考慮 都是看看哪一種寫法 會比較通訊 以及讀者可能都想看了 究竟在什麼條件下 或者要有什麼情況出現 那個賣方才不可以 強制執行一個出售安放權協議 我們會有這些考慮 謝謝主席 主席 我不明白 不過不會再問 好 我現在看到 我們議員 其實都不單止 只是第一 我剛剛說了四十一 褲褲褲褲 都不如我都請 處方方面 首席 你繼續說第二 和第三 然後可以再問 好嗎 可能會比較全面 剛才黃文議員 已經說到第二 好 我再介紹第二、三、四 所以議員可以一次過提問 在第二 剛才我開始說的時候 如果賣方嘗試以他沒有權限的情況下 尤其是下面ABC 是說他擁有或者租用處所的期限來出售他的安放權 買家就可以 賣方不可以針對買方強制執行協議 所謂不可以強制執行協議 就是買家如果未付錢 就不用給了 如果是給了的話 後面亦都有條文 即他可以問那個賣家拿回 如果那個賣家不給 可以去法庭 即是叫他給回 我現在說ABC 所說的是什麼 A其實就是那款短期租約 很多時地政總署或政府 他有給一些短期租約 這些短期租約 就是要按期 短期的 他就可以按期去續期 以及如果當政府 給出一個通知的時候 通常是很短時間的 譬如一個月或三個月 即是諸如此類 他就可以終止短期租約 如果賣方 以這種形式 持有的處所 他不可以超越短期租約的年期 以及他售賣方式 要按相同定期而繳付款項的方式 就去出售 如果他在這個以外的方式 他就不能針對買方 强制執行安放協議 而B那種 你記得我們說 在第十四條 那裡 在寵案前骨峰安住所 他可能不是物業 或者處所的擁有人 這樣他可能是租用 和一些業主租用 這裏就是說 如果他是按照租契 或者租任 去佔用處所的話 他亦都 協議出售安放權的年期 是不能超越租任 或者租契的年期的 而第三種 他就是 向地政總署 譬如以地契 或者許可證 或者其他文書 去持有處所 他出售安放權的年期 亦都不能超越租契 許可證 或者其他文書 的年期 如果不是 那個賣方 就不得針對 那個賣方 執行協議 然後 第三 那裡 就是說 如果他進行交易 的時候 有一些條文 是他要進行的 這樣 他在這裏 由A to J 其實我們是 可以這樣理解 其實 B C D E 和 J A 那裡 就是說他在協議中 他要包含 甚麼內容 而 A 和 FGHI 就是 說 賣家 他有一些責任 他是要理行 譬如他解釋 然後 給賣家 譬如簽了之後 要 給複本賣家 這些行為 所以 分開兩節 我現在逐個逐個說 A 那裡 就是說 在定立 除非符合以下條件 否則 賣方 亦都不能針對賣方 強制執行上述的協議 在A 那裡 就是說 在定立協議的時候 賣方 有關骨灰安治所 要持有牌照 而 在強制執行協議的時候 亦都仍然要持有牌照 即他一定是要牌照持有人 才可以出售這些安放權 或者我在這裏 就說說 B B 就是說 這個協議是要與書面定立的 而且要由賣方和買方 雙方簽署 而 C 就是說 這個協議要以清晰的措詞 列出 這裏就是說 附表4裏面的條文 一會兒我們會再到下面 再介紹附表4 1 那裏就是指附表4 第一部分 所指的資料和建議 它要在協議裏面包含 以及 B 就是賣方和買方 在協議之下的權利和責任 全面描述 包括 但是不限於 附表4 第二部分 所指明的事宜 它要在協議裏面清晰地交代 而D 就是說 這個協議要列出 買方在第42條之下的取消權 就是它是可以 如果 它是可以 針對買方 强制執行 這個協議的時候 它 給予 通知 賣家 取消了合約 取消了合約 錢 它在協議裏 說明 42條之下的取消權 但是當然 它有些協議 也包含了一些事項 就是因為 坑委 很多時候 如果它入了灰之後 其實 坑委 再出售的時候 可能是中國人 它就有些難出售 所以 如果協議裏面 是有包含 就是 定名了 如果 它的安放權 已經行使了之後 它還可以 令到買家 在第42條之下的取消權 可以繼續適用 或者 它的契約 或者協議 另有條文 就是 定名 因為它已經用了安放權 它怎樣去行使 取消權 以及在行使的時候 有些什麼行使的條件 變成 將來如果它真的用了之後 便跟回協議的條文 去處理 而 F 就是在買方 訂立協議之前 賣方 要向買方 解釋 那個協議列明的資料 建議 權利 以及責任 就是上面C所說的 那些東西 而 G 就是賣方 取得買方的書面確認 指 根據F 已經提述 即向F提述 給了解釋 即買方確認 而H 就是 賣方 向買方 交付 經買方 已經簽署了協議的一份福本 即是 如果初時 買方簽了 便給買方 他要給一個福本 然後 在各方面 都簽署了協議 譬如 賣方 都簽署了 賣方 亦需要盡快 隨以下方式 向買方 交付一份協議的福本 然後 以專人 遞加給賣方 或者 用掛號 郵遞的方式 寄給賣方 或者以其他方式 但賣方 需要證明 買方 收到福本 而 J 就是發牌委員會 定名 任何其他規定 都已經獲得符合 而 括弧4 就是 我剛才說過 分了兩類 B C D E J 其實就是 在協議中 即是要包含什麼內容 而 A F G H I 就是 賣方 有些行為 要進行 令到 他剛才說 要解釋 要付福本 這些規定 是獲得遵循的 如果沒有做到這些事情 A 協議下的買方 已經根據第42 括弧1條 向賣方 給予取消通知 而 賣方 已經拒絕了 向買方 繳付 需要根據第42 括弧2條 繳付款項 即是 他已經取消了 而 追討 他沒有付回去 買方 便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 以追討 已經根據協議 繳付任何款項 並追討 重費 好 請